大家好,歡迎收看全日總結,我是李維宜 跟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況 見到內地股市是個別發展的 上市綜合指數是收報3312點升16點 深淨成分指數是收報11859點跌29點 滬深300指數是收報4103點升12點 創業版指數收報2421點跌18點 看看港股這邊 見到恒指今天主要是ATM向下拖著 見到由股和中置股都逆市向上撐著市 港股曾經最多跌282點 下午一度縮度的跌幅去到不足100點 最終收市跌134點收報20274點 國企指數收報68875點跌64點 科技指數收報4233點跌69點 大肆成家全有1193億 跟大家跟進一些焦點板塊和股份 首先看看中資基建股 中資券商東吳證券報告指出 2022年4季度以來建築業PMI和央企訂單增速 高過近年來的中樞反映了行業景氣度維持高位 另外今年2月建築業景氣水平升到高位景氣區間 業務活動預期指數是65.8% 連續3個月位於高位景氣區間 結合了基建開伏公家快回暖 預計穩增長繼續法力下 基建市政簾條經氣有望加速提升 同時新一輪的國企改革正在物謀實施當中 2023年相關部門開始試行一利五律指標體系 提升了淨資產收益率和現金流口巧合的權重 將指引建築央企繼續提升經營效率 結合了此前有關部門提出的 探索建立中國特色估值體系物業職穩健的基建龍頭企業 估值持續收復機會 見到中資基建股今早早已集體上將 下午回來都保持升幅 首先是390收市升度 約8%收補5.2% 中鐵建1186收市升超過半成 收補5.94% 今日高見6.03% 另外1800中交建 都升到超過半成 收補4.83% 另外看看科網股 今日表現比較差 見到科網股 騰訊大股東NASPUS 旗下的互聯網投資旗艦PROCESS 將美團持倉 在3月23日 大約2.48億股 傳入中央結算系統 而為減持鋪路 美團今早早已低開2.6% 曾經最多跌近6% 低見過132元 收市輕微縮跌幅至4.4% 收補133.9% 都是ATM當中表現最差 至於騰訊 反而微跌0.8% 收補385元 至於阿里巴巴方面 麥企哈旅遊服務平台飛珠表示 今年第一季 平台國內酒店 國內門票預訂量 已超越了2019年同期 國際酒店預訂量 簽證辦理量按年 激增了超過5倍 同時今年的NPS 大幅好過2019年的同期 過去三年在供應鏈運營 和服務履行 裏約能力上的投入顯現成效 阿里巴巴今天也要跌 全日跌跌近3% 收補95.65% 今天低見過93.7% 另外看半導體庫 繼續跟進他們的情況 今天也繼續有追捧 看到中國網信辦 在上星期五已經宣佈了 對美國半導體大廠美光 產品聚合了安全審查 有宗資券商表示 極大利好國產晶片 昨天中心已經是 下午上回到52週的高位 今天繼續有能彈 今天高見過21.5毫半 收市都升到超過4% 收補20.8毫半 同樣地質晶門2878 今天都彈高了很多 收市彈到1乘2 收補5毫半 反而華紅半導體 和弘光半導體 衝高之後 現在倒跌下來 收市 華紅半導體 都要倒跌1.2% 收補36.3% 至於6908也倒跌下來 今天高見過21.5毫半 收市倒跌超過半成 收補1.7% 另外繼續跟進電動車股 表現比較弱 在消息面上 Tesla減價刺激需求 Tesla第一季全球總交付 近42.3萬架 交付量創了歷史新高 高於市場預期的42.1萬架 雖然按年增長了36 但按季只升4% 令市場懷疑馬之黑 今年初形容增長需求 因而定落 五成的年度增長目標 Tesla股價 勉強跌了6.1% 市場都憂慮減價戰 會削弱行業的盈利能力 和減價會陸續有利 拖累本港的車股表現 尤其是電動車 為小利 未來收市要跌8% 收補75.05% 至於理想汽車 收市也要跌 3.6% 收補93.95% 小鵬汽車 扮自己也有數據出來 小鵬公佈 今年3月共交付了7,002架 智能電動車 按月增長了1.7% 按年下跌了5.5% 今年第一季總交付 18,000多架智能電動車 按年跌了4.7% 另外新P7I運動營的橋車 在今年3月 在中國上市後反應良好 訂單增長強勁 3月P7的車營總交付 一共3,000多架 按月增長了3.2% 但小鵬今天股價也要捱高 全日跌6.5% 收補41.45% 今天低於40.7% 最後看看雙湯 雙湯今天逆市大彈 近期都受到北水追捧 雙湯昨日錄得大約1.65億元 北水淨流入 支撐股價今早早已高開8% 為上市以來首度突破250天線 最多雙湯是蛋糕1.8% 高見過3.4% 創了9個月的高位 是今日表現最佳的科子成份股 雖然公司去年的熱跡 受到疫情影響未如預期 但市場對它有些憧憬 有望在今年中推出的自然語言處理 NLP產品抱有期望 職口大行也普遍給它 目標價是3元以上 雙湯收市升為1.3元 收補3.26元 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放假回來再和大家見面